你 你干吗一直看着我 我就是没想到 你会这么快答应我 我觉得今天很特别 怎么说 第一是因为 这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 而且也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 之后 我就会一直陪着你了 对了 对了 有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得跟你交代一下 关于我家里的情况 之前好像一直没跟你提过 是这样的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父亲呢 局务人 她之前酒驾撞死的人 不过赔偿金我已经还完了 现在 我 没房 有车 积蓄也有一点 不好意思 可能突然这么说我有点突兀 你别不自在啊 我没有觉得不自在 我是怕你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难过 我有什么好难过的 不过 确实可能会有点紧张吗 为什么 怕你会介意 我不介意 准备 就要开不开 我不客气 有什么儿子 有什么儿子 你不客气 我没提醒了 你不客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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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们肯定是吗 干啥 你就能看哪儿 我不是客气 但是你不是客气 喂 女朋友 等一下有没有空啊 一起吃个饭 我今天要去图书馆复习 要不然改天 去图书馆 不能陪我吗 改天吧 那好吧 拜拜 你怎么在这儿 停电了没地方复习 也不知道跟我说啊 我不是这样去图书馆吗 你那个图书馆附近那个 我知道 位置特别少 你现在去已经没位置了 那 那前面还有个咖啡 去我家 去你家 复习 还没吃饭吗 刚好等会儿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还会做饭啊 我会的可多了 比如呢 比如 我 把拖鞋换了